大家好,我是Chris 目前的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做一些小生意 但是因为他们缺乏这个经验 所以不知道怎么去评估这个生意的可行性 然后就贸然的投资下去 结果常常都是失败收场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成人的生活 可能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负债 那就造成他们的压力 有些甚至可以长期的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今天我还有我老爸 整理出来投资小生意的四个决定性的步骤 提供给大家一些意见 让你们在开始做生意之前 尽量的做好这个投资的评估 这样子就可以降低失败率 在我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会分享我对于教育的一些观念 还有小技巧 以及我对于一些事情还有时事的看法 如果觉得我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还有分享 那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你要评估的是 你要做的这个小生意的内容 比如说他的市场需求量 自己的制作还有管理能力 然后你要去实际观察这个贩卖地点 他的人潮流量 市场消费能力 然后呢去了解租金 人事还有水电 还有原料的成本 还有他相关的一些投资金额 比如说加盟金 这个装潢费 软体还有硬体的设备 最后最后就要去了解这个设备的这个折旧率 在人潮流量这方面呢 不同的生意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是餐饮业那在用餐的时候就会是高峰时期 但是如果是非高峰时期的话 你或许要想想办法 让自己的店尽量可以在每个时段 都是达到满座的情形 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投资报酬率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商店的话也是一样 但是比餐饮业还要方便的是 你可以放在网路上面卖 让你可以把你的销售范围 从邻近的地方扩展到更大的一个范围 而不用担心商品的保存期限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啊 只要是开店面 你每个小时都会花钱 无论是租金或者是水电啊 等等的一些现金流 所以想办法让自己在每个小时 都有一定的数量的这个销售 这个就是最好的情形 那么我第二个要说的就是 投资损益平衡点它的计算 这个计算呢 在不同的生意会有不同的算法 所以我就在这里用一家这个饮料店 来做说明 这样子会比较简单明了 那首先呢 我们会有这个投资成本 那这个包括这个加盟金啊 装潢费 软硬体设备 比如说饮料店 我们假设是美金两万块好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每一个销售的平均原料成本 也就是说你的饮料店在一天之内 所卖出去的所有的各个饮料 然后它的原料成本 除以每天卖掉的数量总倍数 假设是美金两毛钱 然后每一个销售单位 它的平均售价 也就是饮料店一天它的总销售金额 除以一天的这个销售总倍数 假设是美金一块钱 再来就是每个月的固定成本 比如说你的租金啊 人事啊 水电啊 各项的杂项开支 假设全部加起来的话是4000块钱美金 然后最后是你每个月要回收的投资成本 如果说你预计要在两年之内回收的话 那就是美金两万块 除以24个月也就是833美金 所以投资损益平衡点的算法就是回收的投资成本 加上固定成本 这个金额 还有平均售价减掉平均原料成本 它的金额 然后呢 再相除 你就知道你要让你的胜利稳定成长的话 你每个月到底要卖出多少倍饮料 照着我刚刚说的例子的话 就是回收的投资成本 833块美金 加上固定成本 4000块美金 然后平均售价1块钱美金 减掉平均原料成本 两毛钱 然后把它们相除 就等于每个月要卖5833杯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卖掉5833杯 除30 也就是195杯 你的投资成本才能够在两年之内回收 那如果你是接手这个转让店的话 那你一定要实际的消费 深入的了解这家店 它的经营优缺点 还有它一个星期的实际的来客量 然后再去评估这个生意的内容 这样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原来的这个老板要转让的原因 知道什么原因过后 那你就可以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把握 把这家店给做起来 因为成让的这个投资成本低很多 所以做好你的投资评估 反而会比较容易赚钱 那最后最后 我想要跟你讲的就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开店之后的最初三个月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如果你的店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社区住的人 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消费习惯 比如说他们想要去吃东西的时候 都会去这家店 然后要买这个饮食饮料的时候 都会去那一家店 所以你必须一开张 就要有大动作 比如说 开张促销活动 或者是带朋友来消费 可以更便宜之类的 用这种方式来打破客人原本有的习惯 再用优质的服务 还有这个产品 来留住他们 一般来说 一个人要改变习惯的话 需要将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如果在开张之后的三个月左右之内 你还没有累积到一定数量的忠实顾客的话 那么接下来有很大的可能会越来越难经营 那么以上呢就是要在做这个小生意之前 你必须要做的功课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让我知道有什么想要和大家讨论的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